我在疫情的兩年時間 以舊香港八景做線索 尋找歷史中的香港風景 這一集 我們尋找香港名稱的起源 香港是個海島 每天朝髒朝退,沖刷海灘 一直是億萬年來不變的規律 直到二百多年前 一個紅木香爐被海浪衝上沙灘 鄉民們深信 這是天后娘娘所賜 馬上立廟供奉 逐漸曠建成為今天的銅鑼灣天后廟 廟後的小山峰也因此被稱作為紅香爐峰 紅香爐峰山頂視野開闊 能看見整個海港 所以這海港便被稱為紅香爐港 簡稱香港 這就是香港名稱的來源傳說之一 遠望香港島最高的山峰 原名叫印頭山 因為這是紅香爐港的最高峰 山頂便被稱為爐峰 這名稱後來演變成為香港的別名 如果大家喜歡香港風景和歷史 請點贊、分享、訂閱 並在留言區留下意見 由您的支持 我會繼續發掘香港風景裡的歷史 和歷史